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搬家 我想请我的朋友来给我帮忙 我对他说 下个星期你忙吗 能不能来帮我搬家 他对我说 下个星期刚好我放假 有的是时间 我来帮你搬 我重复一遍 他说 下个星期我刚好放假 有的是时间 我来帮你搬 有的是时间 其实就是指有很多时间 有充足的时间 我再给大家一个例子 假设我的一位朋友想学毛笔字 他就问我 在法国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毛笔呀 可是我知道 毛笔在法国卖得特别贵 我就对他说 你别买了 我家有的是 我送你几只 我再说一遍 我家有的是 我送你几只 其实 有的是什么 这个句子完整的表达应该是 什么人 有的是什么 比如 我有的是时间 但是由于这句话的主语呢 在前半句已经出现了 我下个星期放假 有的是时间 所以在口语中 就可以把我省略掉 让人感觉到 有的是什么 这句话好像不需要主语一样 第二句 我家有的是 有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毛笔 只不过在这里毛笔被省略掉了 因为在人们的日常对话中 你知道我在聊毛笔 我也知道你在聊毛笔 我们就会把某些词汇省略掉 你别买了 我家有的是 比如你的朋友要去看你 他想给你买一些水果 这时你想对他说 我家里就有很多水果 你不需要把句子说得这么长 你可以说 我家有的是水果 别买了 假设一位中国朋友请你去他家吃晚饭 你想带一瓶酒来表达感谢 但是你不确定中国人喜欢喝白酒呢 还是红酒 于是你打电话给他 可是朋友听到你要买酒 他不希望你花钱 于是他对你说 不用买了 家里有的是 不用买了 家里有的是 你们两个在聊酒的问题 家里有的是酒 我再给大家一个场景 有一个年轻人想去上海找工作 但是他一直担心找不到 可是他的朋友对他说 上海有的是机会 不会找不到的 上海有的是什么 上海有的是机会 就是指上海有很多机会 在这里机会指的是就业机会 其实我们经常用以后有的是机会这样的话来安慰一个人 假设你刚刚参加完一个面试 但是没能获得这个职位 你的朋友安慰你说 别灰心 别放弃 以后有的是机会 又或者参加了什么比赛 没能获奖 你的朋友安慰你说 别灰心 以后有的是机会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场景 假设我有一位朋友 他是某家公司的总裁 他的月薪相当于我的年薪 他每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一年的收入 可是这一天 他却向我借钱 我就很好奇 我对他说 你现在都已经做到了公司总裁的位置 有的是钱 怎么会向我借钱呢 请大家注意 虽然有的是什么的意思就是指有很多 但是当人们使用有的是什么的时候 通常是非正式的场合 第二 当你使用有的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有夸大的成分 就是表示没有那么多 只是为了表达这样的效果 所以人们会用有的是什么 在正式的场合 尤其是在工作中 尽可能不要使用有的是什么 因为在工作中 人们希望彼此的表达比较客观准确 但在生活中 我们稍微夸张一点是没关系的 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 当你说我家有的是什么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你的语气 因为语气错了 这句话的意思就改变了 比如你的朋友想要什么东西 你可以说 你不用买了我家有的是 我送给你 但如果你说我家有的是 你看 我刚才说我家有的是 如果这句话你说的语气非常重 拖的音非常长 就会给人一种印象 什么印象呢 别人觉得你在炫耀 比如我家有的是钱 我是一个有钱人 你在炫耀自己的财富 所以当你使用我有的是什么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你的语气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见